哈喽,小伙伴们,我是明星 今天明星要给大家安利的剧是由杨文军指导 《愚人,万明明》编剧 程毅,李怡同,王千元,郑叶成,肖顺瑶主演的 古装武侠历史剧《英雄志》 该剧改编自孙晓的同名武侠小说 《英雄志》为以虚构中国明朝历史的古典小说 借用明英宗土木堡之变为背景 以复辟为舞台 写进了英雄们与时代间的相互激荡 造反与政变,背叛与殉道 那个说起暑气荡的剧啊 在明星这儿就一个词 就是一南平 长相思向柳的一南平 莲花楼李向怡的一南平 所以明星特意做了程毅的新剧 安抚一下跟明星一样 心疼程毅的剧份的心 程毅在新剧中啊 饰演男主卢云 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 为往胜,即决学,为万事开太平 书中描述卢云的外貌 冤莫二十七八岁,长身玉立 见眉星目,一表人才 这个人做过小丝 当过书童 蒙过冤,下过狱 却也金榜提过名 维闻时,一只突笔,一马千颜 讲五十,万马千军 成竹于胸 他虽然父母双亡 但一路行来 却拥有最好的朋友 最爱护他的上司 有誓涛如己出的岳父大人 而最重要的 他拥有顾倩熙 这一生中的最爱 那个即将成为他新娘的 美丽,温柔,才华内孕 而又性格刚强的女子 那一刻他几乎拥有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切 但他放弃了这一切 嗯,了解成意的小伙伴就知道 成意也有个毛病 不虐的戏不接 所以大家别指望这部剧 他是人生赢家了哈 他有过 但是最后你只想问他一句 为你心中的人间正道 失去一切 你可曾后悔过吗 咱们再说一下 李依童饰演的女主顾倩熙 扬州第一美人 她的未婚夫是卢云 她是典学的学识渊博 见识不凡的奇女子 因为卢云遭遇意外 失踪十年 这十年间 顾倩熙想明白了自己想要的 和卢云想要的生活 终究不是同一条路 最终他另加他人 那对年少相知相许的一对碧人 最终还是没能走在一起 看来咱们诚意演武侠 就图一个爱国 最终拥不拥有 就不那么重要了 人家你是不重要了 心疼的又是剧粉 既然是武侠江湖 快意恩仇 咱们就不儿女情长了也行 这不具最大的亮点 对于明星来说 就是这人称柳门四少 关海云远的四位男主 云当然指的男主卢云了 关是郑亚诚 显的杨素关 武府大学是杨远之子 少时代父出家 18岁父亲赶考 官拜兵部职方四郎中 他有政治报复 能忍人所不能 以往武侠剧中玩弄拳术的人 往往都是反派 可他却不能一概而论 算得上是个政治家 而且郑亚诚终于迎来了 自己的武侠题材作品 他那行云流水的武术动作 终于可以有施展的平台 再来就是柳门四少的海 萧顺瑶饰演情仲海 常年束手北疆 生的是高梅鹰木 虎背雄腰 生平最爱逛酒家 壮似粗豪 其实为人精细 友善全谋 这人物外形啊 简直说的就是萧顺瑶啊 而且这次他还长脑子了 有勇有谋呢 厉害了啊 都可以看诚意萧顺瑶一期 闯荡江湖了 最后是柳门四少的远 王千元饰演武定远 普普通通的一张 国子脸下 是他内敛的性情 他也有试快的一面 明白世道的险恶 人心不古 但他却一直奉行 自己的一个准则 一个捕快的准则 杀人者死 天经地义 王千元饰演武侠 他或许最不起眼 但是演技却可以 让人无法忽视他 所以看诚意 郑也诚 萧顺瑶 王千元 组成柳门四少 关海云远 一起闯荡江湖 破悬案 寻真相 四个人在黑暗的时代中 演绎交错复杂的感人故事 怎么越说越兴奋 武侠江湖 就是这么让人心神向往 不愧是成年人的童话世界 好了 咱们今天就安利到这了 不多说了 再说明清评论又要被攻陷了 问什么时候播 估计明年吧 咱们安利的是带播剧 得等 拜拜